我們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是想要挽回柯粉 可是我猜測判斷 柯文哲這一次掉的粉 離開柯文哲跟離開民眾黨的 這一些相對年輕的選票 他們的政治動向 最後會影響這一場 這一個選戰 因為走到傳統藍綠對決的 格局的過程當中 下個禮拜的民調 很有可能就是五五波的PK盤 那柯粉就算是最後是 流失了一層 或者八趴啦 那八趴也可能影響到 最後關鍵的勝負 那個被他被他講了 我現在講話也要磕兩聲 也要清一下喉嚨 那個因為我正經話 剛才都被大家講完了 所以我拉底賽一下 昨天晚上 其實前天晚上就開始 那個磕粉大崩潰 那麼大崩潰的狀況 其實那個嚴重程度 堪稱雪崩 那個是跟雪球一樣 一個這樣子滾 整個山都這樣塌下來 除了文字以外 各種梗圖 隔了一天各種梗圖 什麼東西全部都跑出來了 那麼像這個 我們都被玩了 把他跟郭台銘的那張照片拿出來 變成說 加了一個標題 我們都被玩了 可是這件事要怪誰呢 那朱立倫玩他們兩個人的玩法 是一模一樣的玩法 你郭台銘已經放在前面 血淋淋的躺在你前面 你還每天到他家吃飯 結果你還被同樣的玩法給玩了 你看那個規則 那個就是五月份的規則 你怎麼會簽那個字呢 你有任何一點警覺性 都不會簽那個字 所以大家為什麼會懷疑 那個四個人在那個裡面 那兩小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剛才各位講了幾樣事情 大家外傳了很多 這個什麼黃山山會政變 第一個依照我跟黃山山幾十年交情 我告訴你這個人很忠 他基本上他不會政變 他會不會傷心 他會很傷心 因為他第一次的從政 全心投入中心耿耿 結果遇人不俗被賣了 第一次政治離婚 宋楚瑜 第二次可能要政治離婚 不小心這回更短 又遇人不俗一次 所以我們 可是離婚也沒什麼啊 能離婚久了 也就習慣成自然了 再說啦 再看 而且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事情是怎麼樣呢 所有人大家都覺得說 都小看了藝人政黨的 的坡風坡府 這個坡洞的狀況 藝人政黨跟 正常的政黨 或是加大業大政黨 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加大業大或是藍綠 這種兩種兩個大黨 我這個人倒了 我還有其他人可以補 可以接 其實像蔡英文 那個時候說 那時候倒了2008年 倒了很徹底的時候 沒有人敢接那個黨主席 那蔡英文一個名不見經傳 出來接 他還是把他扛下來了 那麼這個是大的黨的好處 那但是小的黨的是什麼 他以藝人心 他以藝人亡 也就是說這個帶頭的人 藝人政黨 他很厲害的時候 把全黨快速了 那個完全就是那個 四中修要問一下那個叫什麼鼓 那個突發爆發的那種鼓 突然 對 就突然上來 但是過兩天突然一個崩盤 就連續跌頂 全部跌光 一個禮拜可能就跌光了 然後這個很快會進入全核交割 所以那個人的關鍵是核心 所以當這個領導者是關鍵的時候 那你出現了這個領導者的錯誤 尤其是意志性的崩潰 哭就是一個意志性的崩潰 在不該哭的時刻哭 那是更是意志性的崩潰的明顯徵兆 所以你怎麼解讀他這個哭 他的信心就整個崩盤了 所以所以昨天晚上 其實我們比較好壞 我的朋友都比較好壞 然後都都會拿敵賽 就開始配歌 說民眾黨新的黨歌 應該叫做背叛 那曹格那一首 那個新黨歌 然後還沒有講完 就那個那個畫面就出來了 哭了畫面出來 馬上再補點宵夜歌 風中的承諾 什麼你曾經曾經在風中 對我說對不對 什麼永遠不離開 我最後一切都中秀東是空 對不對 就開始點歌 那賴清德前兩個禮拜說 藍白河是一場空 現在至少柯文哲是一場空 對 所以民眾黨在這個狀況下面 其實從昨天晚上這個 在這個之前其實已經開始崩了 對 開始崩了以後 雖然是憤怒 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信心 連信心跟那種決心他都崩掉了 我告訴你那個很快 很快 非常快 你只要一開始接受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這個政黨 那不是只有柯P這件 柯P現在他的想法 我跟你講啊 這個人性都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傳統的這個俗話說 一哭二鬧三上吊 他今天是哭嘛 明天要不要翻桌鬧 就是國外史講的嘛 要不要不認嘛 我覺得他這是一連串意外 一連串意外 他想要用別的東西 更大的動作來補回來 拉回來 因為他他一直想要止疊 想要止損 可是越止越損 也就是說他總統這件事情沒了 他做了錯誤決定 總統的事情大概就是沒有了 他想要保住民眾黨 那其他跟他的幹部 都想要保住民眾黨 因為至少是他的政治資本 那所以他就趕快去開直播啊 跟大家見面啊 挽住支持者 但是你判斷你也保不住 保不住 他這樣一哭完更保不住 那我現在跟你燒盤推演的是 他流失的磕粉會何去何從 其實我覺得磕的政治 已經沒有了啦 就是到這裡就結束了啦 啊當然我的沒有 跟你的沒有可能定義不一樣 將來可能誰還給他 某個位置某個什麼 可是他都不是 真正政治舞台的靈活人物嘛 就跟我今天看黃國昌 就算有一席不分區 其實他的政治生命也是沒有的啦 但是我要討論的是 柯粉的流向 柯粉怎麼流 我覺得就影響到今年最後開票的結果 我先這樣子講 我們現在要搞清楚支持者 或者是一個人從抗拒到支持 他的路徑是怎麼走動的 那個路徑很重要 最後有一個理論 他說一個人從抗拒到支持 他有四個階段 抗拒懷疑接受支持 所以這些柯粉當他們的支持者完了 他們心中的偶像崩了 他在出來的時候 他會先變成不投票 OK 變成觀望者 對 所以他就懷疑這個懷疑那個 這個選項已經排除了 然後他就開始懷疑 開始觀察 觀察完了以後 慢慢有些東西可以讓他接受 某一個方向有些東西讓他接受 他就開始多關注這個人 關注了以後才到了最後的階段 才會去支持 所以他一定會走這個路徑 而這個路徑不會很快 大概也最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說他會可能會開始 原來都抗拒賴清德 他可能會現在開始看看賴清德的東西 甚至看看侯友宜的東西 你們到底什麼本事啊 那就看看侯友宜 你也沒什麼東西嘛 然後就算了 他又放棄了 他就會變成一路消去法的過程 開始會走一個路徑 所以接下來這一個月 他那個民調說今天誰增加 明天誰減低 或是柯粉往哪邊流向 他其實不穩定 他幾乎到了最後一個月 要投票前 他們才會下決定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